欢迎来到我们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迪士尼家族的女继承人阿比盖尔 迪士尼公开向民主党施压 要求拜登退选 否则将停止捐款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 民主党内部的动荡可能会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了解科学界的重大突破 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引致偏头痛的原因 这一发现有望为开发新鸟提供重要线索 超过一百万人受到偏头痛的困扰 这项研究的进展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最后我们看看国际间的友好互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塔吉克期间 首次在境外颁受友谊勋章给塔吉克总统拉赫文 这不仅是对两国关系的肯定 也标志着中台友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四 与前总统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表现不佳 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强烈反应 特别是来自大金主的压力 迪士尼家族女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 和李活制片人林德洛夫和慈善家斯坦等人 公开要求拜登退选 阿比盖尔作为迪士尼创办人 洛伊迪士尼的孙女 一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但她表示对拜登能否战胜特朗普持怀疑态度 撤回对拜登的支持是出于现实主义 她明确警告除非民主党促使拜登退选 否则他将停止捐款 同样斯坦表示 如果拜登不退选 他的家族将扣起350万美元的捐款 而林德洛夫则公开呼吁其他捐赠者 也停止资金支持 拜登在美国国庆日时 向州长们透露自己需要更多休息 计划减少工时 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党内部 对寻找替代人选的呼声 青岛日报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引发偏头痛的一种原因 这一突破有望帮助开发出能一劳永逸 治疗这种使人衰弱疾病的新药 据统计美国有超过100万人患有偏头痛 症状包括恶心严重疼痛和极度光临感症等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尽管偏头痛很常见 但科学家对其发作原因一直支支盛上 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和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偏头痛发作前会产生不同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通过微小的开口溢出大脑溢出大脑 溢出大脑 涕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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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早已知道偏头痛不会直接作用在大脑 因为大脑本身没有感觉疼痛的能力 但偏头痛如何从大脑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仍是一个谜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伊利夫博士称这一发现为先驱舍 并表示这有助于科研人员开发新药 为偏头痛患者带来希望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塔吉克期间向总统拉赫蒙班寿友谊勋章 一是在杜上别的总统府举行 中方仪仗兵高举中塔两国国旗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在里悦和热烈掌声中 习近平和拉赫蒙一同步入厅内登上授勋台 习近平至此时指出这是中国首次在境外班寿友谊勋章 表达中国人民对拉赫蒙和塔吉克人民友好感情的特殊安谈 习近平形容拉赫蒙是欧亚地区资深领导人和政治家 是中塔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 友谊勋章凝结着拉赫蒙为推动中塔关系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颁寿仪式期间军乐团分别做出中国及塔吉克国歌 正为仪式庄重而感人 中央社报道 德国今天指出 承诺提供给基辅的最新批爱国者防空系统 已送达乌克兰 此时乌克兰正难于应付俄罗斯的空袭行动 德国驻乌克兰大使叶格在社群媒体X发文指出 德国第三批爱国者防空系统已送达乌克兰 德国今年4月曾宣布将提供基辅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克兰一直紧急呼吁西方支持者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强调美国设计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有能力拦阻俄罗斯的其因素飞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这批防空系统送达表示欢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于两年 飞弹和无人机袭其导致乌克兰供电受损 基辅不得不实施停电并做欧盟进口电力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放弃传统的和平主义立场 成为美国出外第二大对乌克兰军援的国家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驻柬柬埔寨新任大使汪文斌周五晚抵达京边旅兴展开新任期工作 柬埔寨外交部高官驻检师馆主要外交官等副机场迎接 曾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天团成员的汪文斌仰相经编 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现场采访 其况与其他外国大使有别 汪文斌是中国资政外交官 1993年开始进入外交部体系 2018年曾任中国驻突尼斯大使 2020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 一直被外界赞扬历练丰富 沉稳内领 上月4日汪文斌获派柬埔寨新职 他的到来被认为是中检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信号 经济日报报道 基金局对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强基金中介人管理问题 进行了严厉谴责 并出于24百万元的罚款 此事人与汇丰前退休金主管叶氏起的疏忽 导致汇丰在2020年4月至2020年2月期间 通过不合规的中介人推荐项目违规操作 叶氏起因此被剥夺主事中介人负责人员资格18个月 汇丰发言人表示 汇丰已经全力配合基金局的调查 并立即采取了纠正措施和优化了监察措施 以确保未来遵守相关法规 以汽警局指出 叶氏起在监督项目期间 未能识别和防范相关操守要求的风险 导致违规行为的发生 香港电台报道 国家水利部预警 未来两周黄河中下游 海河流域中南部将面临强项雨和洪水 这些地区将从抗旱转为防洪 水利部召开了防汛会商会议 分析讨论了黄河海河等流域的防汛形式 并部署了相应的洪水防御工作 水防御工作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强调 黄河流域需要做好水库群的蓝红调度 确保安全度序 长江中下游洪水过长江持续至本月18日前后 相关地区水位已经从高峰回落 但仍需持续关注和防范 星岛日报报道 一段女子巨查票标英文骂哭女乘务员的影片 在内地网络引发热议 事件发生在G1920次列车上 一名女乘客拒绝配合查票 并用英语辱骂乘务员 导致乘务员哭泣 列车长介入后 女乘客仍坚持用英语对其进行辱骂 并拒绝出示证件 最终呈紧介入 事件不了了之 网民对此事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女子行为不合理 质疑其用意 也有人认为乘务员可能之前有不当行为 事件引发了关于乘客素质和高铁服务的广泛讨论 星岛日报报道 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 党魁施济贤Tier Summer成为新任首相 施济贤的出身与前任新伟成截然不同 他来自普通劳工家庭 双亲是工匠和护士 而妻子维多利亚则出身富裕家庭 两人最初在职时 因一通争吵的电话而接远 最终成为终身伴侣 施济贤的妻子维多利亚形势低调 从未在公开场合助选或受访 施济贤在从政治路上一直保护家人的隐私 夫妻俩预有一对儿女 生活低调且注重家庭隐私 施济贤上任后将面临重建英国的兼具任务 他承诺将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改革将立即启动 加拿大之声报道 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惨败 结束了长达14年的执政期 前首相苏纳克为败选承担责任 递交辞呈并辞去保守党党回职务 施济贤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说 承诺国家先行政党居次致力于重建英国 工党在选举中赢得412位席位 远超绝对多数席位的326个门槛 保守党取得了自20世纪初以来的最差成绩 只有121名议员当选 施济贤希望通过重镇经济 改善公共服务 加强工人权利 减少移民等措施 来拉近英国与欧盟的关系 此外 反移民反制度的英国改革党首次获得4个席位 进入议会 东方日报报道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女学生中方荣在毕业季备受关注 中方荣4年前以湖南省高考门科第4名的优异成绩 选择了冷门的考古专业 受到业内人士的大力支持 她在毕业典礼上表示 大学期间跟随老师前往多个考古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其中林兹同龄遗址的实习经历让她难忘 尽管可以选择其他热门专业 她始终坚持对考古学的热爱 考古业界曾向她祭出总重达25公斤的包裹 包括考古书籍、定制标尺和手产等 显示出对她选择的支持和鼓励 中央社报道 被约秘书长史托腾百格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 详细阐述了即将在美国华府举行的75周年高峰会的三大主题 首先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是托腾百格希望北约32个盟国能通过一套 对乌军援的方案 包括短期的空防系统支援和中长期的军事训练 每年捐助至少400亿欧元 其次是增强盟国的防卫能力 欧洲盟国和加拿大的国防支出已增长18% 并在波兰建立弹道飞弹建立弹道飞弹基地 第三是全球伙伴关系 北约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参加奉会 强调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以应对全球安全问题 针对匈牙利总理奥班访问莫斯科 史托腾百格强调北约对俄立场一致 俄罗斯必须为战争负责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也可能影响北约的未来投入 史托腾百格指出责任分担和与亚太连结是美国关切的重点 在土耳其对阵奥地利的欧洲杯八分之一决赛中 土耳其后卫德米拉尔因在进球后摆出灰狼首饰 而被欧族联竞赛两场 灰狼首饰是土耳其极右翼组织灰狼的象征 尽管该组织在德国未被禁止 但其分支受到联邦宪法保护局的监控 此事件引发了德国与土耳其的外交争议 德国内政部长提评德米拉尔使用极右翼标志 安卡拉召见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部也召见了土耳其大使 德米拉尔否认首饰有隐藏信息 称其于土耳其身份怀 并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展示这一首饰 据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前往柏林 观看土耳其对阵荷兰的比赛 星岛日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哈萨克省都阿斯塔纳会晤后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宣布 俄罗斯一艘轻型护卫舰 将与中国海军战舰颠队在对马海峡进行联合巡逻 订阅链反潜防空等任务 双方已在冀州岛海域会合参加联合巡逻的解放军海军 军舰包括银川号驱逐舰 衡水号护卫舰及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习近平与普京在会谈中强调 中俄要继续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国际战略合作 反对单边制裁和霸权主义 双方要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做出努力 普京则表示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 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香港电台报道 山东东邻县下午约二十半出现龙卷风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79人受伤 深入塔 伊萨西多龙卷风持续约十分钟 影响了东明县城关街道采源急阵及沙窝阵 当地已成立应急救援小组 山都省气象台下午四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晚将持续有雨 局部地区一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50-80毫米 并可能出现雷雨及8-11级阵风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一样 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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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